此前国防部新闻事务局发布了中国海军舰艇编队将赴西太平洋海域训练的消息 在国际海域进行远海训练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是世界各国海军训练的通行做法 在这次远赴西太平洋的远航中为军舰提供精确定位的 是中国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北斗系统 北斗系统定时定位功能为精确标绘舰位提供了重要参数 也为舰艇航行提供了安全保障 不仅如此中国北斗独有的双向短信功能 也为编队舰艇之间的通信联络提供了全新的方式 通信时间大为缩短 北海舰队司令部信息化处处长雷希伟说 北斗系统组网成功后 北海舰队随即进行了信息化升级改造 使北斗的应用更符合舰艇远洋训练的需要 并率先在舰队水面舰艇部队推广 中国的舰艇配上中国北斗 具有什么样的军事意义呢 军事问题专家胡思远分析说 它是革命性的变化 第一点就是它是中国自己研究的 用别人这个是不能打仗的 因为这个导航问题发生了干扰 发生了偏转 就是秒的球球打跃了 共同样的第二点 现在战争要通过输计链 整个体系的对抗 而用了我们自己的悲流之后 这个体系在系统上增加了新的手段 增加了它本身的能力